而无奈的英国6月初全境解封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 英国是在5月17号宣布进入第三阶段解封 才一个礼拜疫情反弹升温 元凶就是高传染强度的印度变种病毒 它比英国的变种病毒要高50%的传染力 英国一天的新增案例在26号爆出3500人新高 创下4月中以来最高的一天 新确诊一半以上都跟印度变种病毒有关 因此这会影响到下个月21号 全面解封的计划了 英国政府决定且战且走 先继续促打疫苗 提高全民免疫力 一边在观察对抗变种病毒蔓延该怎么办 因为印度变种病毒肆虐疫情散弹 英国原定6月21号的第四阶段解封 可能因此申变 目前英国境内印度变种病例已经累计将近7000例 过去一周内就增加了超过3500宗 而26号单日新增确诊人数也来到3542人 是4月中以来的新高还有10人死亡 不过英国卫生大臣和考课强调 新的感染者中主要是凯美施打疫苗的民众 例如出现最多印度变种病毒个案的 大曼车斯特郡波尔顿市 49个入院治疗的患者中 只有5个人打完两剂疫苗 根据英国卫生部最新的初步研究数据 当前核准的疫苗中 单济辉瑞对印度变种的保护力约是80%到90 单济阿斯利康则是60% 两者效果都略差于对抗英国变种病毒 英国政府将继续以打疫苗来因应印度变种的蔓延 并在6月14号原定全面解封日的前一周 根据届时累计的数据 结合专家的意见 以及正式的评估来决定 21号能再开放到什么程度 而尽管疫苗是防疫的最加利器 但不是越多越好 香港有1032岁的男子 3月中开始以两周为间隔 连续打了三剂疫苗 消息指出他从英国回到香港 接种辉瑞疫苗 没多久发生包装匣子的问题 因为担心而咨询医生 改打科兴疫苗 最后又再打了辉瑞第二剂 而14天后 验的中和抗体水平非常高 消息指超过1比320 专家指出一般抗体度数 1比40过以下只能维持三到九个月 超过1比320可维持约一年 香港大学医院追踪 发现男子没有副作用 是万幸 表示抗体生成因人而异 打两针就足够 短期内打三针没有必要 还有可能浪费了疫苗 另外还有一项关于疫苗的疑虑 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解答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研究小组 26号公布一份研究报告 表示使用线病毒载体技术 制造的阿斯利康和胶生疫苗 会出现血栓后遗症 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击涂蛋白基因 透过疫苗进入施打者的细胞核 引发突变 团队相信药厂只要修改 刺涂蛋白的基因排序 便可避免出现分裂情况 不过这项报告还没有通过同侪审查 也有其他医学专家质疑 报告没有证据证明 几涂蛋白分裂和血栓的因果关系 还需要实验室的实际数据支持 才能增加可信度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让我们 iconic 之后